生命纪第十一章 所以,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 常常遵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和诫命 今日你们要知道 我并不是与你们的儿女说话 因为他们不知道 也没有见过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管教 伟大有力的手和伸出来的绑壁 以及他在埃及 向埃及王法老和法老的全国所行的神迹和作为 他们也没有见过他怎样对待埃及的军队、马匹和车辆 他们追赶你们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淹没了他们 把他们灭绝 这是一直传到今日 并且,耶和华在旷野怎样待你们 直到你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也没有见过他怎样对待刘本的子孙 以利亚的儿子、大滩、雅比兰 大地怎样在全体以色列人中间裂开了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帐篷 以及与他们在一起 一切有生命之物都吞下去 只有你们亲眼看见了耶和华所做的一切伟大的作为 所以,你们要遵守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诫命 使你们坚强起来 可以进去得着你们将要过去得的那地 又使你们在耶和华向你们的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 就是流奶与蜜的地,可以长久居住 因为你要进去得的那地 并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 在那里,你撒了种 还要用脚灌溉 像菜园一样 但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地 却是一个有山有谷的地 有天上雨水滋润的地 就是耶和华你的神眷顾的地 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的神的眼目常常眷顾这地 如果你们留心听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一心一意侍奉他 他必按时降雨在你们的地上 就是降秋雨和春雨 使你们可以丰收五谷、新酒和新油 他也必使田野为你的牲畜长出青草来 你也可以吃得饱足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的心受迷惑 你们就偏离了我 去侍奉别的神 并且敬拜他们 叫耶和华的怒气向你发作 就把天封闭 不降下雨水 地也不生出土产 使你们从耶和华赐给你们的美地上 快快地灭亡 所以你们要把我这些话放在心里 存在意念中 要细在手上做记号 戴在额上做头戴 你们也要把这些话教训你们的儿女 无论你是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或是起来 都要讲论 你要把这些话 写在你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 为要教你们和你们子孙的日子 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的地上 可以增多 像天赋地的年日那样多 如果你们殷勤 谨守遵行我吩咐你们的这一切诫命 爱耶和华你们的神 行他的一切道路 又紧紧地依靠他 耶和华就必从你们面前把这些国民都赶出去 你们就必占领比你们大比你们强的国民的地 你们脚掌所踏的地都必属于你们 从旷野到黎巴嫩 从右发拉底河直到西海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必没有一人能在你们面前站立得住 耶和华你们的神必照着他对你们所说的 使害怕和惊惧你们的心 临到你们将要踏足之地的居民 看哪 我今日把祝福和咒诅都摆在你们面前 如果你们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 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 你们就必蒙赐福 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的诫命 偏离了我今日吩咐你们要走的道路 去随从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 你们就必受咒诅 耶和华你的神 领你进入你要占领唯业之地以后 你就要把祝福摆在基利辛山上 把咒诅摆在以巴禄山上 这两座山不是在约旦河西日落的地方 在住亚拉巴的迦南人之地与吉甲相对 靠近摩利橡树那里吗 现在你们快要过约旦河 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的神 要赐给你们为业之地 你们取得了那地就住在那里 你们要谨守遵行 我今日在你们的面前颁布的一切律例和典章 号砧利 下购、羐职树、混、断亜 booty、少 control